主料,蝴蝶面50克,腊肉50克,主料,蝦菇15克,西红柿60克,黄瓜22克,番茄价30克,花生米30克,油100毫升,糖2克,葱1根,盘水700毫升,冷水1000毫升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将西红柿切成小丁,蝦菇切成小丁,黄花切成小丁,猪肉切成小丁, 葱切成小丁,花生米里倒入200克的开水泡一泡,把皮泡松软了,然后把雪皮备用,锅中入开水500克,入面煮的八成熟,捞出面入冷水里,锅一下再捞出备用,锅中放入100克的油烧热,加入花生米,炸成稍微拔黄捞出备用,然后将多余的油倒出,锅中再留20克的油,把葱放进去炸香, 再把锅倒进去炒一炒到变色,锅中倒入开水100克,加入西红柿冰和香菇丁,糖,盖上盖子中火烧一分钟,放入番茄酱汁,倒入黄花丁和花生米,把它们拌匀,倒入蝴蝶面,放好后出锅,烹饪技巧,这道主食有严重,所以不用放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